至于在今年谁赚最多钱 答案是 运势相当旺的周董 即将成为人夫的周杰伦 事业爱情两得意 不论是代言 商演 行情 就连演唱酬劳都高居各个歌手 光在今年就赚进六亿元 荷包满满满 而天后蔡依林也不慌多让 万一一天的不邪 朗荡水一间美 这梦片的万人的小屁肖大会 新专辑百变奏型 一推出马上成为焦点 不仅要忙宣传广告代言 也接到手软 还要跑脱啊开唱 天后蔡依林一年就赚进五亿七千万 迄今指数荣登亚军和好友罗志祥 不插上下 杨小雨 我是 十一只代言办完个人演唱会 再出DVD 电影主持戏剧统统多接 堪称最多元的发展人气王 拿下季军实至名归 星科老爸王力宏 还有女子天团SH1 都挤进2014年 西津排行榜上前五名 而入榜的十位歌手中 最亮眼的就是肖敬腾 除了未满十年几下 五月天林俊杰 杨成林 堪称西津 鸡幽股 唱片市场低迷歌手纷纷 代言活动跑团结唱 更让自己成功大把袭筋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